期末的部分就是希望能夠看到AI產生程式 我是放在雲端上面的交通部的用IE物件Patch 然後這邊有第六頁的另方 我剛剛寫的這個Q的部分我也放這裡 當然你F字貼過去改也可以 或者你用你自己習慣的方式敘述沒有關係 他都懂 我是已經寫得非常精簡了 我其實沒有太多的罪字 當然你也可以講詳細一點 他隨便能夠更理解 而且我強調用IE物件 然後撰寫VBA程式 網址給他放到哪裡 這件事情 所以以後你們也可以一樣畫葫蘆 改一改 其實也可以寫出你要的 甚至如果將來你說老師 我不只要學VBA程式 現在最夯的是Python 你可以把這個關鍵字VBA改一下 改成要Python 他也會寫成Python出來 OK 其實我試過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已經算是還比我以前 在學程式過程當中 我已經非常非常的訝異 因為你等於跨出了一大步 以前的人可能要學很久 還不見得學都會 現在的話呢 你剩下就是他把程式 我把他剛剛寫的程式 把它放到這邊 所以你們要來練習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拿這一段 拿來複製貼 接下來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Run一下 不過你會發現 剛剛Run了之後 發生一個Bug 什麼Bug Run了之後 它停在這邊 後面呢 它停住了 那停在哪裡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主要為什麼會出現錯誤 我剛剛查了一下 主要就是說 因為我把他新增工作表 有沒有 他Add之後的話 他其實是增加了一個物件 物件名稱叫WS 那因為我沒有產生這個WS 但是在底下的時候呢 我還是讓他去針對 新增的這個工作表 去做儲存格的輸入資料 所以後來我發現 其實錯應該錯在哪裡 錯在這個WS點 所以我只要做一件事情 應該就搞定了 什麼事呢 就是把WS點 把它Delete掉 這樣就OK了 其實其他事都沒做喔 當然你說將來 你說 可是你看得懂啊 我們看不懂怎麼辦 其實跟各位講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把這段錯誤的程式 有沒有 把它整個複製 貼到ChargeVT裡面 跟他講說 請幫我檢查錯誤 他也會告訴你 你這個WS點拿掉就可以了 你們試試看 我也試過 發現好厲害 真的 ChargeVT簡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喔 感覺真的是太好了 但是以前如果沒有ChargeVT的年代 真的沒有那麼好 但是變成你要 像我是已經學這個程式喔 我認識 也是因為我EBA至少超過20年啦 可能快30年的時間 我跟他認識這麼久 我才有辦法這樣子快速看出來 但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麼多 光你們年紀可能沒有20 很多同學都不到20歲 你剛出生的時候 你根本不認識 你怎麼可能 一剛開始 所以不可能 但是如果藉由AI 讓原來不可能的事情 真的就變簡單了啦 所以以前在職場上是靠資深 所以你會發現 以前菜鳥就講話很小聲 老鳥有沒有 資深的原因就會很大聲 就是說 我常常聽到有人講說 我吃的鹽比你吃的飯還多 我過的橋就比你走的路還多 過的橋就比你走的路還多 意思是說我很資深 所以我就以老賣 以老賣老的意思是這樣啦 OK齁 但是問題齁 年代改變了 如果你會用AI的話 那些資深人員再也不敢侵蝕你 為什麼 因為你會得AI也會啊 那我靠AI也不用靠你吧 OK齁 好 所以最後的話 我只需要把這個Delete掉 當然你可以試著用AI幫你檢查錯誤了 我把它去掉之後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結果齁 這個東西呢 是不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我看一下網頁上面是不是這東西啊 網頁上面的油桿地震這個嘛 然後把它放旁邊看一下 欸 有沒有看到 它基本上呢 就全部都把這個網頁裡面的這些資料呢 通通都下載下來了 總共幾個欄位 到其他地區嘛 其他地區 就放在Excel OK 那以前我跟各位講喔 你要把這東西學會 哇 簡直是扒一層皮還學不會 可能最後都想要放棄了 為什麼 神師誰看得懂啊 不要說看得懂啊 寫都寫不出來 但是現在的話 基本上應該就已經OK 那我跟各位講一下我改的哪些地方 我基本上喔 我的習慣就一定會把這個定都全部刪掉 為什麼 因為喔 不需要沒關係 VBA可以不宣告 所以理論上喔 99%如果把它刪掉 但有一些狀況是不能刪啦 不能刪在定當中別論 另外的話呢 新增工作表的部分喔 我也不會不要新增 為什麼不要新增呢 我頂多會在這邊加一行敘述 叫Sales.clear 這個敘述好像你們應該有印象吧 這個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把這個工作表 裡面所有的資料 裡面所有的資料 deletedal的意思啦 Sales.deletedal的意思啦 Sales.deletedal的意思就是 清空這個工作表 那我就不需要 額外再去新增一個新的工作表 我覺得比較單純 所以加這一行敘述 這個好像我在前面 也有很多地方都有做到 然後工具選 我把自創大一下 工具選項撰寫風格 這邊改一下 Sales有沒有 然後底下的話我習慣不要空 還有個地方可能會改 Visible等於True 因為發現執行的時候 IE瀏覽器會打開 最後才關掉 那如果你不希望它打開的話 你可以把這邊改成 Visible是看不看得到 等於True就是看得到 那你說不要看到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Force Force的話就打這樣 不過你說老師 Force太長我記不起來 沒關係 你只要記個0就可以了 1的話就True 0的話就是False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不想記那麼長的單字 你只要記0跟1就好 所以記得0就是關 False 1就是True 那這個在哪個地方常看到 開關有沒有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開關 開關不是有個0跟1對不對 所以以後你不要搞錯 到底0是開還是1是開 搞不清楚 以後你記得 1就是開 0就是關 OK 大概是這樣子 我要把它改成0就可以了 OK 然後等待這個不用改 底下應該都OK 那我習慣把這個列把它關掉 這邊 它底下層次應該都不用改 這邊都不用改 那我們其實就改這裡了 本來是0對不對 改成1 其他也不改 然後還有改哪裡 這個本來有一個WS WS 電 這個一定要刪掉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那你說 實際上為什麼它這麼厲害 它到底做了什麼 其實很簡單 以後如果你要換 這個其實就可以拿來當範本 以後你只要知道 那個網頁原始碼的table 是第幾個的話 那你只要套用 資料就全部下了 完全不用改 那你說為什麼這麼厲害 跟各位講 它這個裡面有兩個回圈 第一個回圈就是把所有的列 有沒有 這個TBL指的就是這個table 裡面的所有列 通通一列一列的抓出來 底下這個回圈呢 是再把每一個列裡面的所有的儲存格 再一個一個抓出來 那基本上的話呢 列它會由上往下放 那藍的話呢 就有個J的變數會由左到右方 所以其實喔 這樣OK的執行一下 有沒有 那你說老師 那將來如果我要換個東西 來抓資料可不可以 其實可以啦 比如說我們舉 你們可以試試看喔 找其他的表格資料 那你只需要改一個地方 應該就OK了 第一個應該改兩個地方 這個可以拿當範本 第一個就是這個網址 網址你可以改成別的網頁 貼上 第二個的話它一定有table 你要查到第幾個table 再抓 我記得好像我們之前好像還有個範例 叫做大樂透歷史資料 我記得好像 其實你們也可以試試看喔 有沒有 在第四個單元裡面 不是有個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 好像上學期有用到 這邊不是一個網址對不對 大樂透這個資料 那它是不是一個表格 按右鍵檢查一下 那這個表格的話它在第幾個 其實有個方法 我不知道各位記不記起來 就是你可以把table點兩下 在Ctrl F 然後呢 記得喔 它這邊會出現有幾個table 但是有一個地方要記得 就是前面要加一個小於符號 為什麼不加小於符號 表示是table的名稱 table的標籤一定是小於符號 開頭 所以再加一個 它會告訴你說 你這個 樂透雲的這個表格 是在這個網頁裡面的第幾個 總共有幾個 總共有七個 那問題是這個是第幾個 你可以這樣喔 把它往下 上下有沒有 這個是整個不是 應該是往下 這個是 第四個好像是上面這個區塊 它拿來排版用的 然後再下一個 有沒有發現 我讓它往下的時候 當它第五個的時候 就會找到這個區塊 那也就是這個table 應該是在這個網頁的第五個 所以喔 如果我假設 希望把剛剛的程式 換成抓大樂透的資料的話 其實你只需要知道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它的網址 貼過去的 第二個就是要知道它的table是第幾個 第五個 那我們知道這兩個訊息就夠了 我試一下 我猜應該是沒錯 複製一下 如果我要改 說老師我希望 我不要 我希望抓別的網頁 第一個網址 Navigate後面是網址 第二個就是這個table 的標籤是第幾個 那因為它是第五個 請問要輸入多少 第五個嗎 你說老師輸入五嗎 不對啦 因為它從零開始 零開始算 零開始編號 所以零是第一個 一的話是第二個 那請問一下 第五個應該是多少編號 對 是 OK 應該知道這意思吧 你說老師為什麼它這麼麻煩 從零開始 沒辦法 電腦就從零開始 所以電腦有時候 程式語言 最容易搞混的 最容易不能理解說 為什麼它減一啊 因為它從零開始編號 OK 那這個其實沒辦法改變的 因為程式語言 所以這個是 你可能還是要學會的 這個是沒辦法改變的 應該沒有辦法 有哪一天它從一開始編號 OK 所以你只要記得這個地方 所以改兩個地方 其他都沒改 只有把這個程式做完 改這個 跟仔改這個 有沒有 我都忘了 會不會這麼厲害 我都沒改 那它是不是真的可以幫我把 網頁上面的這個 大熱頭的這個表格 通通下載下來 我看一下 我其實沒有把握 那當然會有BUG 不知道 知情看看會不會成功 那我把Visible把它關掉 所以它等一下不會跳那個瀏覽器 知情一下 沒反應 難不成失敗嗎 有了 慢一點而已 有沒有看到 資料出現了嗎 有沒有 最後把藍寬拉寬一下 這樣 所以最後如果你要拉寬的話 我是建議底下可以再加一行 Columns.autofits AutoFits 自動調藍寬 AutoFits OK 它就會自動再幫我把藍寬 全部拉寬了 哇 這個地方大熱頭資料就出現了 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個是延伸在 所以你說將來換什麼地方 換兩個 一個是網址 一個是 第幾個表格 就可以把大熱頭的表格抓下來 所以你又學了一個大熱頭的網路爬蟲 所以以後只要是表格都可以抓 對,沒錯 所以這個範本真的很好用 待會兒我會把這個範本貼上來 給各位參考 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如果將來你要透過 TroGVT幫你寫程式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應該不是不可能 而且非常可能 所以以前人要學會程式 一定要念個什麼資工系 資工系畢業還不見得可以把程式學好 對 但是你有一個AI 我覺得真的改變蠻多事情的 但是你說老師那我什麼都不用學嗎 也不是 你還是要知道一些該知道的基本的知識 還是要累積的 不是說你就衝刺以後 只是說你該學的方向 就不是在以前 那邊一直在死記一堆的程式碼 而是應該學的東西是 如何當你已經有程式碼之後 你如何去理解這些程式 那你說老師可是問題很多程式 我看不懂怎麼辦 跟各位講 AI還可以幫忙 你把程式碼貼上去之後 貼到AI上面跟他講說 請幫我解釋上述程式碼 他就會每一行每一行 解釋得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基本上 AI能幫你什麼 第一個幫你寫程式 第二個可以幫你除錯程式 第三個呢 可以幫你解釋程式 那就都幫你搞定了 所以你剩下來 你不會寫程式 好像也說不過去 所以你說 是不是以後寫程式 一定是要資訊相關的人員 一定要是學有專精 我覺得 要不完全是這樣 剩下的話 可能就是你要花一點時間 去學會如何跟AI溝通 知道AI有什麼地方可以幫上忙 剩下就是這些地方 試試看 我剛剛主要就是把 這個程式裡面稍微改動一下 並且再去改成去抓 大樂透的歷史資料